吃挂面你准备让孩子挂了 挂了 什么意思 挂科懂不懂 挂科什么意思 没考过大学那样 挂科就是不及格 懂不懂 赶紧把挂面倒了 你倒了孩子吃什么 我都准备完了 来来来 我给孩子准备它 看这道菜 什么呀 金针菇爆炒猪蹄 我做这么多年菜了 我也不知道这道菜 金针菇爆炒猪蹄 金针菇都炒没了 猪蹄也熟不了 你管它熟不熟呢 这能好吃吗 好吃你也不管 你这寓意好 什么意义 这叫金榜 提名 看这菜 拿出来 你看这造型 你看这造型 这有点意思 这一个鸡蛋上面插两个鸡翅 什么意思 这个寓意太美好了 破壳的小筋变凤凰 不是 这也能叫鸡飞蛋打 这我可没想到啊 那这是妞妞不吃了 你们两口子吃吧 怎么鸡蛋打就我俩吃呢 这不吉利啊 不吉利 吃这个吃这个 看这个菜怎么样 这不就是个包菜吧 你明面上看这是个包菜 实际上它就是个包菜 你看看 这包菜里面有红烧肉 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满腹精伦 吃了这些菜 我们家妞妞绝对 没问题 好成绩 顺芬啊 这次你可出血了 不是 早餐你准备了吗 我当然准备了 哎呀 准备了 看见没 一个面包 两鸡蛋 这是什么寓意啊 这是 这个你来来 念一下 001 来来来这么念 100 100 对不对 是不是 哎 我跟你说 哎 闷闷烤100 好好好 哎呀 你可真是费心了 你不会是我们妞的 亲二礼衣服 那你 哎呀 不用夸她 没有的亲二礼 哪来的亲手二礼衣服 妈妈 哎 不对啊 我怎么听你的话 像我是你生的呢 你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哎哎哎 你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别勒着孩子 你怎么敢穿 这条呢 穿得像个葫芦似的 怎么说话 这人怎么 什么叫穿个像个葫芦似的 就是 这就是个瓢 什么 你说话也不好听 你们两口子 什么什么 真是 这这这这这这 这大叉都开到这了 看不出来变啥 棋盘 哎呀 我跟你说 这是我准备 照孕妇照的时候穿的 这不明天妞妞考试吗 我穿她 图个好彩头 我明白了 我媳妇用心良苦啊 我懂了 哎 这个美好的寓意是 棋开得胜 没错 那个大姐大姐说 哎 明天你俩不是去送妞妞考试去吗 对啊 来 我也给你俩准备了衣服 送考服 哎呀 我俩就不穿了吧 对我俩 必须穿 为了孩子赶紧的 我跟你说 明天所有家长都这么穿 你们不穿孩子考不好 啊 快去 为了孩子啊 没事没事 加油 你俩妞给叫出来 我也给她准备了一些 哎呦 哎呀 想太受到了 妞妞啊 妞妞 好孩子 出来来 哎呀 在外面穿上什么呢 明天我就期望考试了 我学习呢 哎呀 学习不重要 来来来 哎呀 你考试服太重要了 来来 穿上试试 我穿校服就行了 还有专门的考试服 那当然了 必须得相信你二姨的眼光 来 穿上 穿上了吗 小红衣服 就叫开门红 开门红 你没看过年 还有什么 开业 不都是得 有红的吗 不过吉利 开门红 这太好了 还有小裤子 裤子 来 哎呀 哎呀 阿姨 你这 这红衣服配绿裤子 阿姨 你这什么也太热闹了吧 这岁数都不这么蠢 哎呦 他这岁数 你多大岁数 你这岁数 你多大岁数 我告诉你 上边就开门红 下边绿裤就一路绿单 保证你考双版 哎呀 太好了 大姐大姐 都准备好了吧 怎么没恶心呢 有请大姐大姐夫 哎呀 哎呀 来来来 跟爸爸妈妈站在一块 哎呀 好不好 哎呀 我这叫串串香 串串 什么玩串串香啊 我那设计的叫顶呱呱 哦 绝了 那个二米啊 我这也是 旗开得胜吗 旗开得胜 大姐 没有你这大号的旗袍 你这个也有个叉 就当旗开得胜了 二米啊 那我这马罐什么意思 马上封猴 马到同中 大姐夫 哎 我不属猴吗 对 我穿上这一身 这派头子 那就是猴王 猴王夫人 爸 那我是啥呀 猴崽子 爸 我爸 我妈要是穿成这样送我 我就不去考试了 哎 诺诺 不得听话啊 我跟你说这是图个吉利 图好彩头 对 你必须要相信二姨 嗯 你二姨考试的时候 那天 穿了一条白裙子 配了一双白旅游鞋 你老子给我做的是小白菜穿丸子 就了这么大一个大白馒头 那天那考试考的 啥也不是啊 所以啥呀 吃的也是白的 穿的也是白的 考试不得白考了啊 对 是人妞妞 就是你看你二姨 这就是反面教材 所以咱考试服 必须得穿 拉倒啊你 穿这玩意管什么用啊 怎么不管用 你要穿这玩意管用的话 那还上学干啥呀 还长脑子干啥呀 大姑姑 你说这话 我就不爱听了 怎么呢 有你什么事啊 我跟你说啊 小米粒不在家 我不找小米粒 怎么得到饭点了 咋的呀 我除了吃小米粒 你们家我就不能来了 那你也没什么事能来呀 将来 咱们要是成为连桥 妞妞还得管我叫小姨夫你 啥一鞭子气吧 哎呀 见着人的不闹觉啊 没礼貌 大姑大姑姑 二姑二姑好 行了行了 你这干啥来了这是 妞妞明天不是考试吗 我给你们送闹钟了 送闹钟 你卖闹钟来了吗 卖啥闹钟啊 这是我给妞妞准备的 一个屋放一个啊 尾声间也放一个 提醒明天孩子别迟到了 知道吗 不是 王老千 是不是太千了 咱们家这老些人呢 还能让孩子晚了 你听不听啊 二姑说起这件事 哎呀我的命运 二叔话 话说 在高考的前一夜 别人都难以入眠 可我睡得可香了 早上一睁眼 八点半了 终于在考试结束后 赶到了考场 看着同学们 一张张可爱的笑脸 从考场里走了出来 我的心情无比激动 王老千 你干啥去了 接考生放学去了 王老千 你说你这贪睡多耽误事 这耽误了自己的前程 不耽误 去了我也考不上 这回我就彻底 哪也考不上 我是反面教材 看见没 我给妞妞才送告钟来的 行了 大姐大姐夫 明天我的车 全天为妞妞服务 油我都加满了 我提前一小时 已经把共享单车 安插着所有 通往考场的路口 要什么自行车 我这有汽车了 要什么自行车 我一路车呢 除了单车 我还准备了一场详细的路线图 哎呦 是吗 看 王老千 这你手绘的 挂一羞 来来来 研究研究 哎呀 我跟你说 白考路坚决不能走啊 这不白考了吗 对呀白考 我已经公主了 这不能走 可躲了这个地方 等会儿 这个红点是杀完了 进去 这是进去 哎 哎 哎 操操什么呀 这些道都不能走 这样 明天直接走学府路 往左一拐清华路 往右一拐北大路 合不妥 哎 哎 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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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好啊 考试就不在那边 你们干什么呀 这是 孩子不就是一个期末考试吗 弄得跟高考似的 你们这样给孩子多大压力啊 啊 爸爸 上次都没考好 全家人都不满意 都埋怨我 就你没说我 但是爸爸我真的努力了 我真是努力了 朋友 爸爸跟你说 考多少分 其实爸爸妈妈不在乎 啊 只要你平时努力学习 认真学习 你就是爸爸的好女儿 你在爸爸眼里就是好学生 你就是